锦毛鼠白玉堂,到了公馆暗地之中保护包青天 裹不出他所料,相符这小子真来了 正好还蹦在他这东方上 白武爷气急败坏 飞起了一脚,正登到草上飞前行上 啪,你给我吓起来 这一下吧相符可衰苦 胡同一声摔倒在地 要不是仗着他有两下 非摔个半身不随不可 但这小子替然叫草上飞 功夫真不简单 刚一摔到地上 就见他脚尖一点地 腰眼女 又蹦到西方上去 他行思到了西方上换条道走 没想到西方上也站着个人 谁啊?南侠斩胸飞 南侠保护大人 左右不离啊 一看相符上来 斩胸飞把脚抬起来 我吓起了你 我叮 这一下好像没把他踢死 相符就翻身摔倒 栽倒在地 还没等军兵过来把他按住 这小子一个鲤鱼打挺 奔 又蹦起来 一换腰赶奔 南方 现在啊 有条路他就想跑 可这脑袋刚在南方的房檐上露出来 下半截还在空中悬着 他可没想到 南方这蹲着个人 正是那个世外的高人 小老头 这小老头 比白玉堂和斩胸飞都狠的多 手里拿着块房瓦 古代那瓦还挺沉 这一块能有十斤 相符这脑袋刚往上一楼 小老头把瓦往空中一举 下去没有孙子 啪 正开脑袋上 相符就叫做 翁一声 两眼发黑 拾去了知觉 撒手愣刀摔倒在地 这回再也不动了 被军兵弟兄们过来 七手八脚把他给捆上了 展兄妃一看 把刺客抓住 这心才放下 扭灰尘管桥 就见那小老头早了 南下心里头一动 嗯 这个老者是谁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既然把刺客抓住 去了我一块心病 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 问问这老者 性子名水 我们俩交个朋友 想着这儿 南下也跳到街上 一边追 一边喊 老英雄灵符 老人家流布 这小老头全听进来 他一直到了安平镇的郊外 树林外头 平身站住 老者把衣服收拾好了 笑呵呵 他这等着 时间不大 南下 南下就到了眼前了 要说展兄妃这个人 能耐还大 知书明理呀 尊备掌上 那分得非常清楚 南下把衣服收拾好了 长大的衣服穿上 寄好了飘荡 来到老者面前 公身实礼 老人家 一向可好 住晚生 冒昧了 说着话 一公道地 老者用手相掺了 免离免离 我可担当不起 哈哈哈哈 小伙子 你叫我站住 有事啊 请问老人家 尊姓大名 鲜香何处 晚生 打算早晚 要跟您学点武艺 是吗 您太客气了 哎小伙子 你先甭问我 我先问问你 你是谁呀 啊 要问我 我家住 长州府武进县 百花岭下 玉街村 我叫展昭 什么 你叫什么 展昭 自雄飞 哎哟 小老头蹦起来多高 拉个南侠 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 这个亲近 这个亲近就甭提了 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南侠客 哎哟哟 属老修眼拙呀 怪不得我瞅你能力那么大呢 侠客爷呀 老修这乡有力了 不不不 您是老前辈 您问了我呢 究竟您是谁 哎 我跟你比起来可没法比了 老修就住的陈州 我姓燕 叫燕子佗 南侠也听说过 陈州的老隐士 当地的武林高手 螳螂派的派主燕子佗 武林之中果然有这么一号 南侠一听 聊一副跪倒磕头 您是老前辈 我是您的晚辈 燕子佗说什么也不答应 把南侠掺起来 这叫英雄爱好汉一见如故 一老一少 携手揽曼进了树林 席地而坐在此畅谈 燕子佗就问 南侠这是从哪来干什么 战兄非口打嗨声 就把暗地这种保护包的人的经过讲了一遍 燕子佗点点头啊 巴了巴了啊 英雄出少年啊 现在我老了 手脚迟钝也不常出门了 就得全倚靠你们这些年轻有为的人了 南侠呢 又问了问燕子佗的一切 书中代言 这燕子佗 有两个儿子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燕妃 二儿子叫燕丰 你别看燕子佗老头 一辈子行侠作义 为人非常正直 但是他这俩 但是他这俩儿子 要多不是东西 有多不是东西 一个好饼都没有 拿他大儿子燕妃来说 流落江湖竟做坏事 有个匪号叫白居花 咱们说到后文书小五义的时候 这白居花就成了气号 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尖道邪音伤天害理 干尽了坏事 他那兄弟 燕丰外号人称叫白莲花 更无事东西 这俩小子不但做坏事 能力还大 为什么能力大 就是跟他爹燕子佗学的 当然老头不能希望儿子干坏事 儿大不由也 出了这种逆子也没有办法 由于燕妃白莲花折腾的太凶了 才有白眼眉徐良出世 三系燕妃白莲花在红燕落沙滩 把他们哥儿俩给杀了 这是后话咱暂时不听 但说燕子佗 跟南下在这谈着 后来就约醒 说现在包的人身边没事的 你能不能到我家里做客 我呢 也帮着包的人沉舟放凉 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南辖也愿意跟你学点能耐 就这样一老一少 离开安平镇赶奔春州 咱暂时不提 白玉堂 一看相夫被夺了 心也放下了 带着手下人也是扬长而去 像这种人 要不怎么叫失败的高人 施恩 不忘报 就是我办了好事 不希望你报答 做完了 廊长去走 要不就做点好事 让人家让到屋里 自个儿还表白几句 你看要不是我 你这个事你能行吗 让人家送点礼表扬几句 那也太俗气了 像白玉堂这个顶天利益的英雄 干好事也太多了 不希望人家报答 说白玉堂走了 什么时候还露面 咱们厚文书自有交代 划分两头 单表包的人 这觉不能睡了 把刺客抓住了 包的人马上升他 分复一声把刺客带进来 手下的差官也气坏了 在衙门口当差这么多年 光抓那强盗也没少 但是像这么大那强盗 还没有 大伙都想收拭收拾他 就见包的人ль一声令下 下面是连推带脱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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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t 拖来的 拖来的 ��坹平大 悬大脚踷 把相符像拖死狗一样 拽上来 说相符这小子到现在 已经神智清醒了 虽然说脑袋上挨了一下子 当时昏迷不醒 这事又缓过来了 脑门子上起了个大拨 血都定成了嘎巴 但这小子往里头走 他心里头琢磨 完了 我这条命算是彻底交代 落到包黑的手里还有个好吗 就得把我皮给我扒了 又一想 豁出去了 当初我不说过这话 把这一百四五十斤 交给你们了 爱怎么立就怎么立 他把牙关咬心一横 脉步来到堂口之下是立而不跪 张龙赵虎过来 叮当给他两圈 跪下 跪下 他妈跪下问你 要过来几个人摁他 他直播了脑袋就是不跪 包的人在上的端坐 瞪眼看着他 一瞅这小子长得相貌凶恶 就知道是个滚贼 但是包公又当过知县 又当过福隐 他的职业就是审问案 什么样的人没遇见过 有那个平常挺横 一到了工堂上下的一摊泥 有的就挺横 凡是对待这些人 有不同的办法 包的人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把金堂木一拍 啪 嗯 两旁退下 那意思 他不跪就不跪 能干什么打他 张龙道虎 赶紧攻身势力 是 胡拉朝望两旁一退 包的人就看看相夫 下面 你是何人 家住哪里 姓子名水 言何行刺 本亲差 两旁的差人就喊 说 快走 快说 相夫这小子 把脑瓜一捂了 包黑子 你少说废话 你也甭管我是谁 也甭问我住在什么地方 今天该是我倒霉 叫你把我抓住 要杀 你就开刀 吃肉 你就张嘴 罩着眉头 不算英雄好汉 你给爷爷来个痛快吧你 哈哈哈哈 你这骨头可够硬的 好吧 既然你不肯演讲 我问问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 我包拯 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壮士 只要你能给我指出一条来 我是贪污了 是受贿了 是办事情不公平 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要你能说出来 不用你杀我 按包针 当着你的面我要横刀自杀 你看好不好 你说吧 问问 这我 一句话把草上飞 给问住 他没想到包的人 能跟他讲理 他低脑的一和解 包黑子说的有理 我真的还举不出 这例子来 没听说这包黑子干了什么坏事 这么这理亏 张口结舌 我包的人 我白活不过你 你也就甭问我了 我不管你做的对还是不对 反正我就是要杀你 哈哈哈哈 壮士 你在欺骗我 也在欺骗你自己 那你要杀我 那你要杀我 你还举不出杀我的例子 不用问 你是受了别人的主使 他人的利用 你不是为贪财 就是为赌气 胡说八度的你就来了 你看见没 现在你被我抓住了 我只要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要你这条命不费出一挥之力 可是我发现你这人很有能耐 三十来岁也不容易 可能还有家口吧 我要把你杀了 你家里人谁去照料 算了吧 念你一时糊涂 没有知识 我饶你 不死 来人 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在帐房里面 织四十两文银 把他放了吧 张龙照顾众人一听 什么 这包的人办事奇怪不奇怪 就这么大的案子三言两语 把他放了 还给他四十两银子 哪有这便宜的事 人们认为听错了 站在那没动 包的人把脸望去一沉 怎么我说话 你们没听见吗 赶紧照办 这大伙不敢不听 下去支了四十两银子 把相府的刀 标囊 搜出的东西 都给他拎回来了 然后把榜生解开 赵虎 撅着嘴 看了看 哎 你的东西给你 走吧 走走走 记住啊 往后没有零花钱 就来行刺 你看你多便宜 还得四十两银子 相府里面一红 把他惊呆了 他不知道包的人 这是什么用意 包的人 您跟我闹着玩吧 哎 工堂之上 岂有儿戏之礼 您真放我 那是自然 大人您放了我 您可别后悔啊 您再找我 包可找不着了 包的人一笑 没言 相府这小子 把银子接过来 把刀往卡进窝底下 一夹 拎着包 转身就走 可他到了门槛 这儿 又站住了 为什么 他这脑子里 是激烈的斗争 他一想不怕 不拾货 就怕货比货 又倒是 人分三六九等 怒分花里子谈啊 这包的人不错 我以为这家 不定多横 见谁就宰谁 见谁就杀谁 贴面无私 冷哭无情 今儿怎么一看 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人通情达理 像我这种人 还怜悯我 还照顾我的家庭 哎呀 扪心自问 深感有愧 他又想起安乐侯旁 那家伙残暴不仁呢 瞪眼就骂人 举手就打人 你说我这样回去了 说包的人把我放回去了 非吧 我整死不可呀 焉悠我就活命 这晚我上哪儿去 我能逃出安乐侯的手心吗 他站在那半天没动地方 包的人就问 你沿河不走 相夫一转身又回来了 把刀往地上一发 包袱也放着 哭通 他跪下了 包青天 我是个混蛋 我是一百二十个混蛋 混蛋加八戒 我果然 是受了别人的主使 一时糊涂 犯下了杀身大罪 包青天 您不但不治我 还把我发过 人心可都是肉胀 我也是个人呐 我不走了 您呐 把我杀了 我这心还好受点 我往外走 我连我的祖宗 我都对不起 您杀了我 包的人心里头高兴 一看这个贼呀 尚有人性 那么你受了谁的主使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陕西铜关的人 姓相叫相夫 就是相语的相 福气的福 有个匪号叫草上飞 实不相瞒 我在安乐侯庞玉手下 当十万军队的总教席 竟帮着庞玉干坏事 这一次 就是大国舅 叫我来的 他听说您要赶奔 陈州放梁 他非常害怕 为什么呢 他干的坏事太多了 怕您到那查办出来 对他不利 所以呢 他怕呀 我在办道上 把您给杀了 杀完之后 他可以逍遥于法外 他还答应 要事成之后嘛 给多少万两银子 我不为别的 我就为发财 所以 我自暴奋勇 就犯起了大罪 这就是以往的真情 头 包的人一愣 相夫 你说的是真情 我要说半句瞎话 我的后半辈 要好不了 我们老相家 都不得善重 安老侯果然派人 行刺于我 嗨 行刺算什么呢 他想了很多坏招 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咱们下回 接着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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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